谁能想到在外滩三个步都能够遇到周深呢 谁能想到全上海都在偶遇周深 只因为周深参加了东方卫视中秋晚会的户外节目录制 有网友直呼 周深录制东方卫视中秋梦幻夜 他奔走于户外 看起来状态很好啊 他在路上热情地打招呼与来往的行人 还在双层巴士上开场 感觉全上海都在偶遇周深 他的人气好高呀 还受不了了 那是谁啊 一边喊着还一边甩着胳膊 怎么会激动成这个样子呢 有什么开心的事 不妨分享一下吧 哦 原来是双米 双米激动地说 真的受不了了 我怎么会粉上这么一个神仙呢 周深太让人惊喜了 他参加央视中秋晚会录制 又参加河南卫视中秋奇幻游 还要参加粤港澳大湾区电影音乐中秋晚会 如今又参加东方卫视中秋晚会录制 周深啊周深 本来我已经困了困死了 但是看到深深的新舞台 又来了精神 神奇吧 太开心了 周深啊周深 我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我该怎么看呢 太费设备了吧 如果是同一天四台一起放 那怎么看呢 手机 电脑 平板 电视 全都要用上了 还有网友惊呼 说不定又会冒出一台中秋晚会呢 我的天哪 要命了 救命啊 作为一位生米 太幸福了吧 那么多精彩 那么多舞台可以看呢 魔都上海 灯火阑珊 众力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是啊 周深凭实力优秀 太受欢迎了 本思生米喜欢他 各大平台 各个资源方也青睐他 宠他 对对对 生米说得太好了 这个月真是个宝藏月啊 有生生的生日趴 还有生生的这么多舞台演出 真是一场接着一场的 超级视听盛宴啊 太期待了 是啊 太期待了 在这热切的期待中 不妨看一看精彩的花絮吧 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周深 闷声干大事 悄然空降上海 终究还是被众网友和粉丝偶遇了 没办法 人气太王盛 走到哪都会被偶遇被发现的 这样的宝藏男孩 谁不想偶遇呢 全上海都在偶遇周深 宝藏男孩 所到之处都成了打卡景点了 有网友直呼 全上海都在偶遇周深 我也想偶遇周深 果然又是赛姆魔都人民的日子 看到屏幕上周深在外滩出没 在大街小巷出没 在双层巴士上唱歌 不知道谁有这个福气 能够遇到周深呢 又有网友惊呼 哇哦 街上 红绿灯路口 交通工具上 那些与周深偶遇的行人 笑得多开心啊 而我 只能是 柠檬树下 酸溜溜的柳哈拉子 太馋人了 还有网友下了飞机 就直奔周深的拍摄地 这位网友喃喃地说 你怎么能趁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出现呢 吃柠檬都严实 周深啊周深 一定要在上海多待几天 周深啊周深 我来了 我要去你的户外录制现场 还来得及吗 等我 一定等我 我快到了 更有趣的是一位老爸 终于接到好久不见的两个女儿 这位老爸没想到的是 他女儿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啊 终于在车上听到周深的歌了 这位老爸简直要哭了 自言自语道 难道你不是想我 是想偶遇周深 听周深的歌吗 唉 老爸的家庭地位 再一次下降了 全上海都在偶遇周深 那个挥手的宝藏男孩 太可爱了 谁见了都会喜欢的 会唱歌 且满面笑容的少年 太招人喜了 哇 如果上心没猜错的话 你一定又在算设备了吧 央视 大湾区 河南 上海 海陆空 极齐了 算算设备 手机 电脑 平板 电视 是不是不够用了 这说明周深太优秀了 太受欢迎了 不是吗 周深加盟终究奇妙游 人若思念终会相见 一起许下中秋节心愿吧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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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